那我归纳总结了一下 发现在娱乐圈当中 有几位都是1974年出生的男艺人啊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都有一张永远不老 永远年轻的脸 这其中呢就有吴彦祖 林志颖 丁子俊 钟翰良等人 那他们呢都是快40的人了 可是呢 人人有一张帅小伙的脸 叱咤娱乐圈 最近丁子俊呢 就参加了海南国庆龙沫湾 超级减肥王瘦身男女节目的录制 跟我们聊起了他的保养之道 所以我们接下来聊很正式的问题啊 丁子俊看起来有多大 18岁 亮亮看起来有多大 25 凭什么他比我小7岁啊 曾出演金钟月飞 追鱼传奇等热播剧的丁子俊 原本已经40岁 竟然在拼年轻的环节 轻松战胜了小自己11岁的李希亮 看样子丁子俊这张青春不老的脸 还真不是吹嘘出来的 不过事实上 不光是脸蛋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 丁子俊的身材 竟也是十几年如一日的保持完美 各位请看一下那张照片 丁子俊在游泳的时候照片 所以子俊你现在如果说脱掉上衣 还是那样的身材比例吗 给我三个小时我有的 三个小时运动过后 对对对 这个照片是在拍 《偏偏爱上你》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一个剧照 当天是早上九点钟的通告要拍摄 然后我从五点钟起床 然后开始做运动 做到九点钟就这样子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说之前一个晚上六点钟开始 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 要脱水 才能够把那些线条稍微明显一点 而且他比较擅长的一个运动是游泳 游泳是非常能够减脂的一个游泳游泳动 丁子俊有潜水症 我到你这样子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坚持到你这个好身材 其实出汗很重要 不停的是出汗跟运动 还好心情 其实谈到减肥 最近引起网上热议的超级减肥王14位选手中的吉伟家 被大家赞为最美女胖子 那么平时非常注意保持身材和容貌的丁子俊 会不会介意女友的身材偏胖呢 像这样的女孩子 比方她脸蛋很好看 但是她的身材可能是有点需要剪的 那么男孩子到底是会喜欢脸蛋多一点 还是身材多一点 那我是这样子的 我比较觉得性格比较重要 这个不是官方话 这是真实 那如果性格都是一样好 一个是脸蛋漂亮 一个是身材好 你选哪个 如果都一样啊 脸蛋吧 我还是外貌学会的了 大行李